回到台灣來看到台北縣中和所發生的 丈夫砍殺妻子的家暴疊血事件 這個先生跟太太吵架之後呢 竟然拿著菜刀一路追殺太太 從家裡面一路追追追追到大馬路上面 太太身中九刀倒在血泊裡面 向外面的人求援了 這整個旁邊的人看在眼裡 哪裡只是夫妻反目 根本就是在追殺仇人 而這個在家裡面的三歲女兒跟老母親 全部都目睹了這個慘劇 環境十點多安靜巷弄突然傳出淒厲尖叫 身穿紅上衣的被害人拼命拔腿狂奔 丈夫手拿菜刀和椅子緊追在後 女子跑到巷口被猛意擊中 當場不知倒地 你為什麼要殺他 你為什麼要殺你的太太 是吵架嗎 你們要吵架嗎 我要去做自己的 事故現場電線杆周圍血跡斑斑 還有被打到斷裂的椅子 就是妻子受傷倒地的地方 回到案發地現場更是慘不忍睹 客廳地板斑斑血跡 女主人頭髮掉落滿地 屋內凌亂不堪 可以想見當時打都有多激烈 綜合證明29歲的妻子和丈夫在家發生口角 丈夫竟然拿菜刀朝向妻子的臉部及後腦四肢猛砍 刀傷多達九處手段凶狠 剛剛她那個太太求救很大神嗎 她也沒有求救 我反正她兩個人是常常上去 離來回網站沒有這麼大的打 因為她沒想到這一次是很難的 而夫妻爆發口角當時 老母親和三歲的小女兒都在現場目睹一切 鄰居表示擔任保全的丈夫和在網咖工作的妻子 經常爭吵甚至動手 這一次丈夫失控砍傷太太 幸好當時巡守隊經過發現 當場制服已經殺紅眼的丈夫 而身中九刀的妻子緊急送醫後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論新聞許花川姚立強 謝凱軒台北彩鳳報道